翻转老市场位在台中南区第三市场 成立至今已经满100岁了 由于市场环境设备老旧 灯光昏暗 在地方争取下投入了2800万元经费 改善市场工程 包括外墙翻新 招牌太换等 让市场内外拥有崭新面貌亮起来 红地白字整齐化一的招牌 这里是台中南区第三市场 从民国11年成立至今已经满百岁 由于市场建造年代久远 设备老旧 在地方争取下投入2800万元的经费 进行工程改善 规划硬体升级 改变是很好 改变了这样的话 觉得很清新 又很明亮 人潮回流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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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流20% 崭新的第三市场 人潮逐渐回流 而来到市场中间的修气区 墙面竟是一片又一片的创意花砖 画的都是市场里的特色 别出新材的设计 更让人耳目一新 在我们后面这片墙 那是让大家来投稿 都是跟第三市场有关的 蔬果啊 还有一些 我们鸡鸭鱼啊 还有百年庆的这些一些纪念 的一个纪念墙 那我们大家逛一逛逛累了 也可以在这边来做修气 边修气呢 来边看我们这边 第三市场它来做改变的这些小巧思 都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除了外墙翻新 创意花砖之外 每间摊贩的招牌也都换上新颖的设计 呈现截然不同的视觉感受 就连旁边的文创市集 也加设遮阳网降温 吸引消费者上门 那改变太多了 因为以前人家都说很闷 都有让顾客来这边 可以提升这里的水准 这个遮阳棚做起来是冬暖夏凉 跟地上市场是相扶相承的 然后水帮和乙帮水 然后来带动整个这个第三市场 整修后的百年市场 崭新的风貌亮了起来 未来也将继续承载 更多民众的情感与回忆